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今天是六一月儿童节 我给小朋友推荐一本非常有趣的童话书 叫《不一样的卡梅拉》 这书讲的是母鸡卡梅拉和她儿女们的历险故事 这卡梅拉家族每一位都是特别的与众不同 敢于幻想 敢于尝试别人不敢想的事 你像这个主角卡梅拉 虽然她只是一只母鸡 可她最反对 最讨厌的下蛋 认为下蛋是最无聊的事了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海 然后在海边堆这个城堡 捡贝壳 玩冲浪 这么一只任性的母鸡在经过重重困难之后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给其他小鸡以极大的鼓舞 你看 这书的主角都这么有个性 那作者写这书的人自然也就不一般了 这书的作者叫约里波娃 来自法国 人家嗓子天生的就非常好 而且特别爱演戏 所以很小的时候就被一位导演给看中了 然后就做了一名演员 就演了很多名家的作品 这不 娱乐圈都有这么一个套路 什么套路呢 那就是演而优则唱 后来小约就跑去唱歌了 唱的还不错 最终是小有名气 再后来她就开始在各大电视台 担任这个歌唱比赛的评委 不过慢慢的久了 人家就厌倦了当明星的日子啊 想回归啊 那最纯真的年代 于是乎到了1989年呢 她就开始转了专心写童话 先后呢 出版了数十部作品 其中最火的就是这一本 不一样的卡梅拉 在这个书里啊 老约呢 是创造了大量颠覆经典 颠覆历史名人的段子 让这故事呢 变得是韵味十足 你比如哈 这卡梅拉在海上历险的时候啊 他竟然就遇到了大探险家 哥伦布 说哥伦布啊 是因为吃了他的三十一个鸡蛋 才保住了性命 所以呢 哥伦布 他发现新大陆的军工章 也有母鸡的一半 虽然这故事傻得可爱 但老约的用心是想而易见的 那就是让孩子们呢 都明白 做人呢 就得要有独特的想法 独特的见解 你可别人云亦云 也不要随波逐流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总之吧 就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啊 读不一样的卡梅拉 会成就与众不同的你 我一直在过呀 过呀 我这么可爱的宝宝 怎么会不过呢 我认为情人节比较适合我 过呀 我种单身狗 又不能过广棍节 又不能过什么情人节 然后只能过过儿童节 吃糖 自己给自己买一个爽歪歪啦 乳歪歪喝呀 会跟室友去买一大堆腊潮啊 鼠血 享受那种很童年的感觉 我觉得很好呀 大家保持一个童真的心 不要被世俗那些东西所覆盖了 好 我们来继续关注热点 最近啊 一位微博用户啊火了 他火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每一天都在重复 发同一条微博 就是这一条 内容呢 是辱骂江苏常州一位姓陈的交警 言辞是非常的尖刻犀利 最多那天呢 他把这一条微博啊 发了四百六十多遍 一个多月的时间 总共就发了四千多条 这呢 就引起了江苏常州警方的高度重视 随后啊 警方就抽调多个部门 对此事呢 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调查结果就发现 这博主呢 姓李在当地一家企业啊 做门卫 2014年 他儿子骑个电动车 转弯的时候呢 跟一辆执行的轿车 发生了这个碰撞 受了伤 当时处理这个事故呢 正是这个乘交警 由于这个事发路段呢 没有红绿灯 按照这个拐弯车辆 让执行车这么一个原则 这李某儿子的责任呢 要更大一些 考虑到李某这个家庭状况 交警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呢 事故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但双方对于这个赔偿问题啊 总是谈不拢啊 一年多了 这事情呢 都没能解决 对此呢 李某就一度物质的怨气 于是啊 他就在网上发微博啊 攻击交情 说他偏袒了对方 目前李某应涉嫌侮辱他人 被行政拘留十天 其实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不少呢 你像有些人啊 被交警贴了罚单了 他首先啊 不反省自己 反导呢 直接就怪罪到交警的头上 你比如前不久 贵州贵阳 一名女子 因为乱停车呢 被交警贴了一条处罚单 事后啊 他就在朋友圈 发了辱骂交警的信息 还让亲朋好友帮忙转发 最终啊 这女子也是被行政拘留了三天 还有在安徽伯州 有一名女子呢 因为自己丈夫酒驾被罚了 罚了1500块钱 他就也发朋友圈 诅咒那个民警 说那1500就当是你买兽医了 你看 这话多恶毒啊 最后呢 也被行政拘留了五天 对于种种这些个 警方就提醒大家 如果对执法人员的处罚不满意 你可以申请行政赋议 或者呢 到上级机关去申诉 如果情景是为了发现你个人的情绪 公然在网络上恶意侮辱他人 那等到的呢 将会是法律法规的严肃处理 网络是虚拟开放的 但它绝不是法外之地啊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最新奇的财经天下周刊 这文章标题 机器人理财是新噱头 还是新风口呢 前不久啊 机器人阿法狗在围棋界走红 人家战胜了人类的顶尖高手 李诗诗 人工智能技术这么厉害 那就受到了人类的关注啊 很多人都异想天开 说有没有这种啊 机器人他呀能预测 明天哪个股票能涨 哪一只股票呢又会跌 这么一来那岂不就发财了啊 你还真别说哈 机器人理财呀 现如今都已经成为现实了 你比如苏格兰皇家银行就宣布 要用机器人代替理财师 为顾客呢进行投资顾问 另外呢 花旗银行也预测 说在未来十年呢 机器人理财顾问管理的这个资产呢 将超过五万亿美元 五万亿美元 那什么概念呢 福布斯2016全球富豪榜 王健林 267亿美元 就成了全球最富的华人 那五万亿美元 就相当于一百七十多个王健林 机器人理财 那为何能如此神通广大呢 有专家就说了 机器人呢 他运用一系列的智能算法 对投资呢 进行组合优化 他不会受到个人情绪的影响 他没情绪啊 买过股票的人呢 都有这样的体会 总是在贪婪和恐惧之间摇摆 你比如 现在股票涨了 这贪婪就告诉你 赶紧继续跟 还要买 他还会涨的 但是呢 恐惧在拿着你说 别别别 赶紧出手吧 马上会跌 这么一来呀 投资者呢 往往就会做出一个比较糊涂的判断 那机器人不一样啊 他不懂得贪然 他也不会恐惧 他只会理性的冷静的做出他认为应该的判断 不过大家可不要高兴的太早 有专家就提醒 现在机器人理财 只是处在一个萌芽阶段 技术太不成熟了 他还要面临市场的考验 更要有这个监管等方面的考验 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 他现在就打着一个机器人理财的幌子 说什么智能投资顾问啊 资产全球配置 那都是噱头 我们回到文章的标题 机器人理财是新噱头还是新风口 要我说呀 那就是噱头啊 咱得先有才 才敢交给机器人去理 好 接下来 新名周刊啊 这文章标题是 中国艺术品市场有多少亿元歌 说前不久啊 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啊 以2.07亿啊 竟拍到了一张字帖 就是图片上这个啊 叫局势帖 作者呢 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咱江西的曾拱啊 全文一共才124个字 那果真是字字千金 那创造了一个传奇 有人就说了 王中军 那简直就是艺术品市场的 一元歌 一出手就上亿 你比如在此前 他还买了一副这个梵高的画 叫楚菊与英树花 价格呢是3.77亿 另外他还买过一副 这个这个毕加索的话 叫盘发纪女子坐相 价格也是1.85亿 那么问题来了呀 像这样的一元歌 咱到底有多少个呢 有专家就说了 其实啊 一元歌是真不多 说有数据显示 中国艺术品市场 它的活跃的客户啊 也就是说经常会有买卖的呢 超不过10万 其中呢 年交易额超过100万的呢 还不到1万个人 这里边在掐尖的那一部分 也就是像王中军这个级别的大概呀 也就只有几百号人 说白了啊 全国的艺术品啊 画廊啊 包括拍卖行 他们都在追逐这几百个客户 这几年媒体动不动就报道 说那个谁谁谁谁谁啊 又购买了艺术品 又创造了一个天价记录 少于一个亿 好像不好意思上新闻了 这呢 就经常给人一种错觉 说中国艺术品市场火呀 实在是太火了 很多人就恨不得往里边钻呢 其实啊 艺术品市场这一把火呀 它只是暖手炉里的烧的啊 这个范围真不大啊 经常进行艺术品交易的呢 就那么一小堆 几百号人 所以要我说呢 艺术品收藏 如果不懂门道 最好就看一看 看看热闹啊 好 接下来进入到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这乔首姑娘用刮子呢 摆出了一张脸 这个真是名副其实的刮子脸 天下第一太极豆腐 亮相河南洛阳 这豆腐啊 直径有五米 重四千两百多斤 这大块头虽然大呀 可还是架不住咱吃货的热情 不到两小时 他就被瓜分殆尽 看来啊 这豆腐太极玩得再好 也难逃吃货的火炸 以前我们讲过胡适 今天呢 我们来说一说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一个老对头 谁呀 孤红明 为什么要讲他呢 因为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在学者名人浩炉烟海大师比大师傅还要多的民国时期 这孤红明啊 三个字料出来 那就是响当当的名号 二十世纪初 西方人呢 曾经流传这么一句话 说到中国 你可以不看紫禁城 但不能不看孤红明 那为啥都想见他呢 就因为他长得特别帅吗 我们这啊 还真就有一张他中年时的照片 你看 大眼睛 高鼻梁 俊美朗目 留个这个这个胡子啊 特别的帅 那需要胡子呢 那就是吴彦祖了 严肃是严肃的一点 但现在不就流行这老干部照吗 看完照片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人啊 人家成名啊 可不光是靠颜知 人家靠才华 他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 有着学贯中西的广阔事业 还有啊 音法德 音法德语啊 说的比人家国家的人啊 还六呢 甚至呢 翻译功底啊 让同样的英语高手 林语堂都不得不服啊 那不光有才华 人家还有个性 比如呢 他爱留那么一条 挺瓜俏丽的小辫子 有点像漫画里的那个 遗老遗少 再比如呢 语不惊人 死不休 有着一张人人都怕的立作为 这孤鸿鸣作为一名学者 这其人其才 其言其行啊 常常是出人意料 让人是目瞪口呆 无体投地 当然了 有的人是因为佩服 有的呢 这是被他给雷倒了 你比如 我对他最深的一个印象 那就是老人家呀 茶壶 茶杯论 那是深的暴露了他直男癌的本质 胡鸿鸣就说了 男人需要娶小老婆 因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他就打了个比方 说男人是茶壶 女人呢 是茶杯 一个茶壶 可以配好几个茶杯 而一个茶杯 却不能配好几个茶壶 这什么理论呢 这么一个奇法论调 当时就遭到了女性的抵触 你像这个诗人徐志摩结婚的时候 他妻子陆小曼就说了 说志摩呀 你可不能拿姑鸿鸣 姑先生那个茶壶的比喻 来做借口 你要知道吧 你可不是我的茶壶 你是我的牙刷 茶壶可以公开用 牙刷是不能共用的啊 您瞧瞧啊 就是这么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让人们是又爱又恨 你像同事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 李大钊呢 就认为中国2500多年文化所中 才出了一个姑鸿鸣 他的存在呢 足以让中国在20世纪的世界扬眉吐气 这评价太高了 不过在新文化运动 另外一位领袖成独秀的眼里 姑鸿鸣又成了一位很可笑 复古向后退的老怪物 因为拥护帝制还留个辫子 很多人就称他为是老顽固 老古董 俘虏等等 数数别人安在他头上的帽子 少说那得有个几十顶啊 一天换一顶 一个月都不带重样的 所以您看看啊 这么多美名骂名 急于一声 用现在话来说 老先生在当时的这个文化圈啊 那也是自带话题体制 分分钟上头条 汪峰绝对争不过他 话说这个孤鸿鸣的生平 那也是非常传奇啊 他自身呢 是一个东西南北人啊 你看啊 生在南洋 学在西洋 婚在东洋 事在北洋 人生画卷呢 叫一个辉弘壮阔呀 说1857年 孤鸿鸣呢 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出生啊 作为华侨世家 他的曾祖父 人家是当地第一任华人首领 他的父亲呢 不赖呀 在英国人开的橡胶园里啊 担任私礼 他的妈妈呢 是葡萄牙人 混血的高颜值 再加上超凡的天赋 与众不同的个性 就让这个橡胶园主布朗先生啊 特别喜欢这个孩子 就收他为义子 孤鸿鸣13岁的时候 布朗夫妇呢 就带他去英国呀 留学啊 读书 接受系统而正规的西洋教育 先呢 是考虑到爱丁堡大学 专门读这个这个西方文学专业啊 他精通拉丁语 希腊语 还有数学哲学 包括修辞学等多门学科 然后呢 又来到德国留学 进入到了莱比锡大学 学什么呢 学土木工程 还获得了工科的文凭 那简直就是文理双修啊 之后又跑到法国 在巴黎大学学法文 孤鸿鸣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 掌握了十来门外语 并呢 获得了包括文理 公哲等多个学科的十几项文凭 真的是成为一位学士渊博 满腹精论 人言善辩大气早成的学者 1880年 他学成归来啊 又来到了这个这个马来西亚 决心呢 遵从父亲的这个遗命啊 要回到东方来做一个中国人 从那个时候起 孤鸿鸣就开始这个剃发 这个续变啊 开始了中国化的第一步 并补习中文 学中国文化 您要知道啊 孤鸿鸣的国学 是留学回来之后 自修补习的 那个时候都已经过了尔里之年了 当时呢 他被张之洞赏识啊 在张之洞的麾下呀 担任杨文案的职位 他的同事当中 有很多是学霸 全都是汉林静是什么的 于是他就很虚心的啊 请教这些老先生 可得到的回答呢 都只有这个一个 你是读羊毛子书的 没有资格独占中国的盛传 这一代红儒省城志啊 还当众羞辱过他 你说的话 我都懂 你要懂我的话 你还得读二十年的中国书呢 哎呦 经过这种种刺激后啊 孤鸿鸣那就发奋用功 幸好啊 张之洞收下他这个门徒啊 亲自教他中国文化 这孤鸿鸣在他的引导下呢 一头又扎进到了儒家经典 从康熙字典学啊 呃 凭借着绝顶聪明的天才 博览群集 最后呢 学以达成 十来年之后 他公然向这个省城志啊 挑战 说请教老前辈 哪一本书老前辈能背 我不能背 老前辈能懂 我不懂 从那以后 省城志是自看不如 顾鸿鸣是一个记忆天才啊 他在少年时代所学的这个诗歌是 终生不忘 你像顾鸿鸣的弟子 女作家林书华 就轻啊 听过他背诵 米尔顿的吃乐园 老先生都已经花甲之年啊 被这么一首六千多行的 无蕴的长诗 居然呢 一个字都不带错的 顾鸿鸣一生都主张皇权 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磕头的呀 娘慈禧太后 过生日 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词呢 竟然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还有啊 袁世凯死啊 全国都举爱三天 顾鸿鸣呢 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子 在家里啊 开堂会 乐乐闹闹 搞了三天 顾鸿鸣在北京大学任教 说着小辫子走进课堂 学生们是哄堂大笑 他却很平静的说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 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听完这句话呢 狂傲的北大学生就一片静默 应该承认 胡鸿鸣对中华文化的这个阐释宣扬是功不可没 他翻译的人语在西方流传甚广 他翻译的中庸 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从书当中 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啊 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了西方世界 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有人就说以他的聪明智慧 却没有与时俱进 这是为人所叹息的 他对残足啊 纳窃啊 土壇辩护 让人诟病 但也有人就说 在历史的苹果园里 孤鸿鸣是一只过早坠落的这个苹果 他的可贵之处呢 是超前的看到了社会发展中的困境和危机 不是于中国之道德文化 具奸生之信仰 是其拙见 于西方之公立主义 个人主义 帝国主义 痛斥不遗余虑 且能以流畅犀利之英文文笔表达之 是其特长 要我说呀 孤鸿鸣啊 那是一本内容博杂 耐人寻味的奇书 长读长行 是愈发有二 好的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凤哥有话说 凤哥啊 咱们今天呢 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吃烧烤的话题 好不好 好的 说这个这个夏天到了 约个三户好友 晚上呢 去这个烧烤摊 撸个串 那实在是惬意 但是啊 您在烧烤摊享受美食的同时 那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 你比如浓烟 刺激的那个气味 还有这个空气污染噪音等等 你看前不久 全国很多城市呢 下达了一个通知 就开始啊 打算要封杀这个露天烧烤 这呢 就引起了吃货们的担忧 你像凤哥 你是不是也担忧啊 我非常的担忧啊 俗话说得好 夏天有三宝 三宝呢 啤酒 烧烤和马小 哎 凤哥 马小是什么 马小 马小 麻辣小龙虾嘛 一看你就跟不上生活的节奏 一看你就是个吃货 吃货 我想问你哈 你想如果真的是把这个 这个烧烤摊都给它净掉了哈 那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那就是影响我夫妻间的感情 你在搞笑吗 烧烤跟夫妻感情有什么关系啊 太有关系了 我跟你讲啊 有时候朋友约我出去 出去玩 打个小牌什么来的 那么老婆就在家带小孩啊 她就不服气 不公平 那我就向她保证 保证12点之前回家 并且打包 带一大包烧烤回来 这样她就不生气了 带烧烤就能哄好嫂子 那嫂子真是脾气太好了 烧烤我觉得跟鲜花一样 别人呢 她和老婆都送鲜花 我就送烧烤 我觉得烧烤呢 闻着更香 效果也更好 那嫂子一定也是个吃货 也是个爱吃烧烤的啊 肯定 小胡啊 我也想问问你啊 你也算是个小吃货 难道你就不爱吃烧烤 肯定喜欢啊 但是怎么说呢 现在很多露天烧烤的话 烟雾太重了 你像女生 特别喜欢自己的头发干干净净的 一吃烧烤的话 头发就特别油 你感觉特别不舒服 而且烧烤摊的话 噪音啊什么 对周边的环境也有影响 所以我觉得 还是需要再慎重考虑一下 对烧烤 你这个说到点子上了 其实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啊 说前不久啊 山东省 他就发布了一个 大气污染防治的规划 这个规划呢 说要在2017年的年底啊 取缔城区内的所有的露天烧烤摊 包括还有像陕西的西安 河南的洛阳 山西的太原 贵州的贵阳等等 这些城市呢 都准备要封杀掉这个露天烧烤摊 为什么都这样呢 同样一个目的 那就是要保护环境 那请问啊 这个露天烧烤对空气的污染到底有多大呢 有环保组织啊 还专门做了一项实验 说从点火开炉子 15分钟之后 这个烤炉周围一米之内 PM2.5的浓度啊 就上升80倍 一个小时之后啊 得上升900倍 所以说呀 这个露天烧烤 毫无疑问 肯定对空气啊 造成一定的污染 但是这个污染程度 它是否 它就是雾霾的罪魁祸首的 有专家也说了 烧烤对大气的这个污染 其实一根这个汽车尾气比呀 跟这个大型的燃煤炉啊 跟这个工业废气一比呀 从总量上讲 那就太小了 所以呢 有些个人 你像凤哥 说到烧烤 要封掉 他就不太理解 那为什么要封杀烧烤呢 烧烤摊的一个月的量 还不如工厂一天排放的这个废气多呢 你这样叫柿子钻挑软的捏 你不仅断了烧烤摊老板的生意 还减少了凤哥和凤嫂的生活乐趣啊 其实呢 烧烤有人爱 也有人恨 不仅在于空气污染 其实还有一个 他有一点点老名 你看 楼下烧烤摊 他的这个油烟味很大 这个楼上的住户呢 没办法开窗啊 还有啊 某些人吃烧烤喝啤酒 那是大声喧哗 还摔酒瓶子呢 划拳呢 就影响到周边居民的休息 再者说 你烧烤吃多了 要命啊 对人的身体是有害的 所以啊 咱就建议啊 凤哥凤嫂 包括小胡同学啊 以后记住了 少吃烧烤 特别是凤哥 我觉得还是送鲜花 更讨老婆喜欢 好不好 不过在很多城市啊 一瓶啤酒 几串烤肉 已经成了市民 夏季夜生活的标配 如果连烧烤不让吃了 就好像 哦 还让不让愉快生活了呀 那怎么办呢 哎 有专家就建议 说赌啊 不如输 对于市民的生活习惯 咱不能够行政命令 就一刀切下去 而应该呢 采取更科学的 一个疏导的方式 你比如 你可以将这个露天的烧烤摊 搬到室内 搬到店里边 安装好这个通风设备 除成设备 更换他的无烟烧烤设备 这么一来 不爱烧烤的人 安静的走开了 爱烧烤的人 勇敢的留下来了 好的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新周刊 我们来介绍几个瑞词 第一个词 隐性 错学 这指的是这样的学生啊 他们的心思啊 不在学校 也不在课堂 他们不重视学习 整天呢 就想着混一混 只是呢 将学校生活呀 当成了一项 拿毕业证的任务 有的呢 是虽然在学校 编册之内 但长时间呢 都离开课堂 甚至呢 从事一些和学习 毫无关联的经济活动 打工啊 赚钱啊 经商啊 什么的 据有关部门统计 这样的学生 以农村学生和留守儿童啊 最为突出 隐性错学啊 这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啊 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如果不能够得到 及时的有效的遏制 它将可能给社会 带来一些坏的影响 在这里呢 我们就想问 隐性错学 是谁 折断了孩子们 隐形的翅膀呢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法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 接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